你也不做抖音女牛的话基本凉凉 你看我们这个市场 二楼它是零售的 你看今天是国庆加中秋的一个小长假 就这样的人流 真正的狼多肉少 平均一家店分一个客户都分不到 爆弹都变成家常便饭了 这么大的安德马的店里面 看不见一个客人 耐克的旗舰店 楼下也是见不到客人家 阿迪达斯的旗舰店 一样 刚刚从那边走过来是和 看不到一个顾客 全是服务员 标马空空如也 对面之前有个X11 是一个超大超豪华的玩具店 贼网红 开了也不到一年也关了 我估计那个投资最起码上千万 迈那儿 淮海鹿店 毫无人业 这边是无印良品 人很少很少 冷冷清清的展位看到没有 人都没有 亏了亏了啥都没有了 孟乐城一年不到的惨状 我的天 都已经全部都空了 这边全都走了 全都空了 我的天哪 好空旷 你看看 目前存活的就几家奶茶店了 还有细节扎穿 你看 全部都已经到差不多了 唉 今天是国庆节 11月1号的晚上 8月15 这个节后就水果难卖 我们来找一件农产品 有没有一件合适的 玉米人杀货 还有玉米 蝙蝙蝙蝙蝠 这有一堆 原 芹菜这边都没什么人 道歉 朗朗清清啊 这里有一个卖板栗的 也没生意 节后 哪里都难做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 你们街上都如何 人多吗 生意都好吗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边啊 你看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来看看 我跟你们讲啊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 虽然说节假日 现在我已经不够希望了 就是心里有所准备 但是目前看到这种情况 我跟你们说啊 我那心里还是真的很 拔凉拔凉的那种感觉 其实节假日之前 我都有所预感 就是每一我 以前的服装经验来说 就是每到几假日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 心里也有所准备 但是我跟你说 我还抱有一丝幻想 总幻想的 哎今年的国庆 说不定会好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两天 每天我还都抢个大早 现在差不多下午四点 然后目前为止 进店率呢 真的相当相当的低 几乎就没有什么人进店 然后就是 也就中午做了一个老课的生意 要不然的话 今天到现在为止 我张都都开不了 真的我张可能都开不了 真的虽然说 生意虽然说已经 心里面已经想着 可能这个中秋生意 还是不会太好 中秋国庆的生意 还是不会太好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说句实话真的 差成这个样子了 我都不知道 现在的人真的 不知道是消费 消费渠道发生了改变 消费习惯发生了改变 还是真的 就不需要买衣服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 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 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订阅 今天中秋节 我店里卖了四百块钱 现在是下午五点半了 昨天备货费了一万块钱 这个心情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 来形容了 像我这样一个 三十多瓶的小店 要是放在以前 中秋节这样的大节日 白天一天 少说能卖个 两千块钱左右 晚上再卖个千把块 一天节日下来 能卖个三四千块钱 不成问题 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虽然有做心理准备 有提前告诉自己 平常心对待 今年这个中秋 和国庆的生意 但是费了那么多货 没有卖会钱 心里还是有很大的落差 从我开始摆摊 做生意 到现在开店 一起也有十二年了 今年是最差的一年 去年疫情都没有这么差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平时盼周末 然后一年中 就是盼各种大节日的到来 像五一 中秋 国庆 元旦这些大节日 来拉一下营业额 但是今年周末指望不上 连中秋 国庆的这种大节日 也指望不上了 估计消费者 都在节日前 提前网购好了索需品 这个时候不是在家团员 就是出去游玩了 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人 出来逛街买东西了 今天白天就这样了 卖了几百块钱 看晚上生意了 希望晚上能收起单生意 看到这张图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震惊还是意料之外 这是国庆小长假某火车站的真实景象 是不是代表经济已经复苏了 真实的数据让我告诉你 滴滴打车从最高峰的4500万 跌到现在的1000万 跌了四分之三 而协程用户从最高峰的2600万 跌到600万 也跌了四分之三 星巴克的用户从之前的400万 到现在的200万获运用户 基金腰斩 而上半年全国有46万家公司倒闭 这几年唯一是BOSS职聘 BOSS职聘的用户已经突破一个亿了 增长接近100% 这说明什么 一方面是消费的全面萎缩 大家都没有钱了 手里没有钱了 一方面什么 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了 杀的头破血流 而接下来有1000万大学生要找工作 但是却发现老板没了 倒闭的越来越多 甚至老板都去找工作了 最近这几年 只要做生意的人 应该都有个相同的感觉 就是钱越来越难赚了 之前无论做什么生意 多赚少赚 总共能赚一点 但现在的生意是不亏 就算不错了 其实造成这样一个现象根本原因 不是因为生意难做了 而是我们当下的经济形势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了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周一10月2日 世界银行对中国2024年的 经济增长预期进行了调整 同时对中国持续增长的债务负担 和日益严重的房地产问题 发出了警告 这些因素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健康产生影响 并可能对亚太地区其他国家 产生连带影响 在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中 他预测中国在2024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4.4% 这比该机构在4月份预测的 4.8%有所下调 这以预测的调整反映了 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包括经济复苏的不乏放缓 财务水平的持续攀升 房地产市场的疲软 以及其他一些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报告中进一步强调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 主要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 这种依赖导致了企业和地方政府 承受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趋于饱和 投资回报再逐渐降低 同时由于住房供应过剩 房地产价格也在下跌 这两个因素都对经济增长构成了压力 世界银行进一步指出 中国的非金融性债务与GDP的比例 已经从2007年的132%增长到2023年的285% 增长了一倍多 在家庭总资产中 占比65%的房地产价格正在下滑 到2023年7月 低限城市的房价相比2021年的高峰 已经下跌了20%以上 对于中国经济 房地产和相关行业的贡献不容忽视 分析师们估计 房地产及其周边产业对中国GDP的贡献 在1.4到1.3之间 然而 房地产市场的疲乱可能会对这一贡献产生影响 世界银行在报告中指出 中国正寻求以消费和创新驱动的新的增长模式 以避免过度依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模式 但是 转型的过程证明充满了困难 在房地产价格下跌 债务增加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消费者信心降低 导致了储蓄率的进一步上涨 达到了33% 此外 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更为复杂和挑战性的外部环境 外部需求的疲软可能会在短期内对增长产生影响 而地缘经济的紧张局势也限制了关键技术的获取 这些因素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在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里 强调了中国经济增速下降1% 会导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下滑0.3个百分点 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影响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2024年增长预测值降至4.5% 这比4月份的预期值4.8%要低 如果中国在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4.4% 那么它的增长将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 中国经济在2010年代末的年增长率大约在6%至7% 但在疫情后的2020年降至2.2% 尽管2021年的增长率反弹至8.4% 但由于中国的严格清零策略对商业活动造成了影响 导致2022年的增长率再次降至3% 世界银行预计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为5.1% 尽管中国面临经济困难 世界银行仍看好东南亚的经济前景 并希望全球通胀趋势能够得到缓解 世界银行指出 在亚洲地区服务业的改革以及与数字化的结合正在创造新的商业机会 并优化了经济表现 世界银行特别强调 在菲律宾企业使用软件和数据分析技术后 近10年大部分时间内 企业生产率平均提升了1.5% 在越南政策障碍的减少时的运输 金融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